小黃司機將車靠路邊停好 下車攔人 因為兩名乘客沒副車錢就要走人 這下不得了 兩名撞翰上前直接來個二打一 朝駕駛不停攻擊 拳拳到位將人撂倒在地 扭打到馬路正中間 駕駛一度逃開又被抓了回來 瘋狂暴打 驚動民眾報警 警方到場 他們倆竟然還沒把羞 來啊 我現在遇守慾 我現在守慾 嘿嘿嘿 你不要裝 嘴裡不停跳針 繼續挑釁實在離譜 最後直接被圓警上鋼帶回 上車啦 上車啦 我出去 浑身酒氣風言風語 兩人竟然還是一對父子 這一天他們從新北三重喝到爛醉搭建車回家 到板橋五縫路口時 33歲聯繫男子要求司機停車 讓他上洗手間 緊接著走回車旁 直接叫父親下車 向搭霸王車 臨走前還用腳用力踹上車門 司機下車討車資 沒想到被圍毆到地 警方火速到場 父子倆這才停手 至其左眼瘀傷 後頸部左右手擦錯傷 警方訊後依傷害罪與毀損罪 移送新北檢偵辦 罪權父子倆酒醒後攻撐 司機先推人 才會動手反擊 也要控告司機傷害 不過畫面會說話 事實真相為何 還有待後續釐清 記者 葉維林泛雅僑 新北報道